今天要講的叫做星雲 恆星有深倒並死沉住壞空 恆星塞拉納在界的時候有不同的演化過程 這個以後再說有一種情況是會炸掉 炸掉之後變成所謂的星雲 因為我有經過核融合 所以我會產生重元素 這裡的重元素只能比害重 比害的質量數大 比害重 那麼所以這個星雲當中會有比較多的重元素 比較多的重元素 叫星雲 就是宇宙中的一些灰漆 煙霧什麼什麼之類的 隨便就是渣渣 脆蟹這些 那個星雲有分類 國中也不交 有些人看起來亮亮的 這個有名的山葉星雲 看起來像山葉作漿草一樣的 星雲草的樣子 看起來是亮亮的星雲 看起來是亮的 沒有的看起來是暗的 背景是亮的 前景是暗的 這個背後是亮的 前面是暗的 這個碼頭星雲 看起來黑黑的星雲 這又是一個星雲 然後這些星雲會有機會 會構成第二代第三代的恆星 因為我的星雲是人家和融而過的 所以我會有比較多的重元素 所以我構成的恆星也會有比較多的重元素 所以考試題目問 甲乙丙丁四顆恆星 請問你誰離我比較近 誰離我比較遠 誰早行程 誰後行程 那麼就是看重元素含量 重元素含量越多就是越後面 要人家和融和過才有重元素 然後炸掉再變成我 所以那個重元素含量越多的恆星 就是越晚形成的 越後面形成的 含量越少就是越早形成的 不只是恆星 我們是地球 我們是行星 我們不是恆星 但是我們地球上也有金零銅鐵 我們的金零銅鐵拿來的 也是人家和融和過 然後炸掉 然後再變成我們地球 我們才會有金零銅鐵 所以我們地球上這些元素 也都是別人和融和炸掉才變成我們 所以這裡寫說老星球的死亡 供應了生命起源所需的材料 就是因為有人死掉了 炸掉了 才會變成我們地球上的金零銅鐵 金零銅鐵就是這個意思 這要說我們的行星 所以考試題目一 誰的恆星早行程 誰的恆星晚行程 我們看誰 看重元素含量 含量 含量越多就是越後面形成 然後呢 我們地球上這些金零銅鐵也是別人所構成的 OK嗎 OK 這就是當初一個很有名的照片 NASA發佈這張照片的時候說 這裡面正在有一顆恆星誕生 NASA天文學家會根據他所看到的光圖啊 什麼什麼在做推斷 這裡面正有恆星誕生 我們這些死老百姓就不要管這種事了 我們就只要不得看它 哇好漂亮喔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就夠了 不用你別人其他無的無的 沒有什麼關係 我們就是 但是當初有說 這裡正在誕生一顆新的恆星 剛才講過星雲會誕生第二代或第三代的恆星嘛 OK 這又是告訴各位 有關於星雲的部分 可以嗎 可以